我说 咱们下次能不能别赶在超市 关门之前去 你看吧 卡洛憋成什么样了 对不起啊 卡洛 那时候的鱼啊肉啊都打折 比平时便宜很多的 咱不差那点钱行吗 咱们 等等 她说咱们 那咱们也不能乱花钱呀 没事 这不算乱花钱 这个小孩怎么还在这儿 小朋友 你是住在这儿吗 这么晚了 你不回家吗 你是走丢了吗 你别害怕 我们不是坏人 你告诉姐姐好不好 这看起来也不像厅里有障碍 你去拿她的手机给她父母打个电话 让她父母来接她吧 跟你说话呢 你去哪儿啊 你别吓着她了 小弟弟 大哥不是坏人 他就是担心你安全 你这样吧 你告诉我你家里人电话 我给她们打个电话 让她们接你回去好不好 那要不然 你跟大哥哥回家 这外面又冷又不安全 我们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你自己不吃没关系 这是你的宠物吧 她饿了 难道你不应该给她口饭吃吗 我看她穿着打扮不像是流浪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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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是离家出走的 就应该把她手机硬抢了 你一大人抢小孩东西 把她吓着 再留下什么童年阴影 童年 这孩子都多大了 眼看着比你要高了 你什么时候量的 我比她高多了 非常时期 非常手段 没有别的办法 抢吧 别别别 我觉得还是得慢慢来 循序渐进 不过我们在这儿说半天话 她也一直回头 怎么不回话啊 现在不管是什么原因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找到她的父母 如果实在不行 我就报警处理 我不去派出所 原来你能说话呀 我不去派出所 行 你不去也行 那你告诉我你父母在哪儿 你家在哪儿行吗 我也不回家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这都几点了 这么晚了 你不回家你父母不担心吗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姐姐 我想上厕所 厕所在里面呢 往里走完了左转 你把门打开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在人家里乱跑呢 我不开门 小朋友 你开开门啊 开开门说 我不去派出所 我也不回家 我哪也不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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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卡洛不着急啊 交给我来处理 这种事不需要你担心啊 去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拿钥匙把门打开 你给我等着 我直接给你送派出所去 要不然咱们再试试吧 还是啊 那他能离家出走 都跑出来了 肯定有自己的苦衷 咱们强行给他送回去 他要再跑怎么办 如果实在不行 就直接送派出所 行吧 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要不然 我们先吃点东西 我有办法了 你这是准备做什么 香蕉煎饼 甜食 肯定的 小孩不都喜欢甜食吗 这招给他闻一闻 给他馋出来 但是如果馋不出来的话 说实话 我也只能去找钥匙了 你这动作手法可以啊 还行吧 怎么样 不比沈臣那小的差吧 你们男人可真逗 要不这样 哪天在甜蜜医院 给你们办一个厨艺大赛 你们比一下 一分高下 我可没有那个闲功夫 好 暗恋法则第四条 对方愿意为你亲自下注 卡罗 走 好 小朋友 你饿了吧 我跟大哥哥给你做了点好吃的 你要不要出来吃点 我不饿 刚才你那小猫都吃得那么香 你肯定也饿了 我告诉你啊 我劝你现在就放弃抵抗 你出来好好吃一顿饭不行吗 心情还能好一点 也别让我那么生气 行吗 饿了我也不吃 你们肯定要把我骗出来 再把我送去派出所 我们没骗你 绝对不会给你送到派出所 也不会在你不愿意的情况下 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 好吗 我不信 万一你们耍赖呢 如果我们骗你 就让大哥哥家里原地爆炸 让我们都没地方住 原地爆炸 你干吗 我这不是哄小孩吗 你这女人乱发什么毒誓啊 我掌心 你 medication 我用手给你帮我拿手 我可以帮你帮我拿手 我需要帮我拿手 也要帮他 好好摇我 你帮我帮我倒驴 我笑她 你帮我买手 你叮嘴 你吃饱了吗 吃饱什么了 你没吃饱就直说嘛 又不是不给你吃 吃吧 谢谢叔叔 别别别 小朋友 你还没告诉姐姐你叫什么 姐姐问你话呢 怎么了 你爸妈不让你把家庭状况告诉陌生人 你爸爸妈妈说的也对 可是大哥哥大姐姐不是陌生人 你看啊 咱们已经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肯定算不上是陌生人了 姐姐 我叫菲菲 菲菲 那你家住哪儿啊 我睡早了 你怎么回事跟你说话呢你怎么 突破心理防线没那么容易 咱们得慢慢来 行 你来 菲菲 你一个人玩游戏多没意思 咱们三个一起玩 一个手机 三个人 怎么玩 谁跟你说非要玩手机游戏了 你倒是快点扔啊 你急什么呢 直接搓出个五秒杀你们 我屈这么深 我屈这么深 你看到没有 就是这么深 不用玩了 一二三四五 玩什么呀 不是 我不信了 那咱们再来一盘吧 姐姐 你都连输十把了 不是我的问题 是我手气的问题 这菲菲菲看的是运气 他运气好 菲菲菲他不光有运气 他还讲策略 这还有策略呢 运气只是实力的一部分 你真不适合玩这个游戏 你真不适合玩这个游戏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一伙的了 行 我不适合玩这个游戏是吧 但我适合另外一个游戏 咱们不如 比跳舞 怎么比 怎么比啊 没有点正常的舞蹈吗 我们非要这样吗 不是你们都有一颗星 为什么我没有啊 你也没跟着跳啊 我再跳呢 大叔拉垮了我们的节奏 你说谁大叔的 那你认不认输 我认输 大叔肯定认输 现在 有请两位来个冠军比赛 好吧 我来给你们放音乐 你们两个来争夺冠军 好吗 好 来 准备好了吗 来了啊 飞飞 飞飞 你怎么了 这舞也挺好跳的 歌也挺好听的 我小时候 妈妈经常给我唱这首歌 你是想妈妈了 不想 飞飞 快知道了快知道了 来来来来 赶紧的赶紧的啊 放学了爸爸来接你啊 嗯 怎么了 爸爸我书包没背 你 你自己没拿吗 没有 平时都是妈妈帮我拿的 怎么办 我 我书全在包里面 我怎么上课呀我 飞飞 你这样啊 今天你先去上课 然后 爸爸上班又迟到了 一会儿我跟老师 打个电话解释 快去快去啊 快去 好好上课啊 爸 爸爸 妈妈 妈妈 你能陪我玩一会儿吗 飞飞 妈妈 你先自己玩回手机嘛 妈妈在给小宝宝做胎教呢 一闪一闪亮晴晴 满天都是小星星 妈妈 乖 可是你答应我了呀 飞飞 妈妈把晚上吃的饭都给吐了 要是没东西吃的话 肚子里的宝宝没有营养怎么办 到时候生出来又瘦又小 是不是 你先开我电视 或者玩回手机 但是 千万别打扰妈妈 妈妈刚睡着 乖 小兰 小兰 这次又只剩我们两个了 再见 拜拜 飞飞 今天你家谁来接你啊 别着急 我估计你爸妈很快就来了 正好你爸来电话了 喂 飞飞爸爸 今天你们谁来接飞飞啊 啊 行 那我跟她说一下 嗯 好 飞飞 你爸爸正带你妈妈去医院检查呢 可能会晚一点 我们先回班嘛 飞飞 飞飞 你现在向南出去吧 飞飞 爸爸有话跟妈妈说 啊 快出去吧啊 这娃娃真够折腾的 比你当初怀老大厉害多了 嗯 我看你的血缘怎么样了 越来越痒 这都几天了呀 怎么还这样 是的呀 你说我现在大个肚子 我什么药都不敢抹 你说怎么办呀 我给你看照片啊 嗯 你看像不像这个 像 天哪 这什么呀 猫选 猫选 这 这怎么办呀 你先别激动啊 前几天啊我问单位养猫的同事 她们老婆怀孕的时候 都把猫送走了 说是盼着她什么虫啊 不是流产就是胎儿记性 这么严重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要不咱把小兰先送走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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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兰那是从小跟菲菲 一起长大的 菲菲肯定不舍得把她送走 不舍得能怎么办啊 不行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肚子里的宝宝 她以后一定会体谅我们的 好 菲菲 家里再有个孩子多好啊 她还能陪你玩 你也不会孤单了 不好 一点也不好